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六号下午一点多 三岁小男童和家人 来到卖场素食店用餐 阿嬷去厕所 没注意到小男童也跟来 中年男子匡称 要帮男童找阿嬷 却是把人拐走 家属赶紧报案 两个小时之后 男童被丢包在公园 但迟迟找不到男童的家属 很是心急 还到网路求助 晚上七点半 报案三连单启动警网 直到八点半 家长才看见男童 那我们其实从两点多 一直找到钱 都其实一直在 我们自己的范围 男童下午就被找到 家属却没第一时间知道 陈姓嫌犯还被查出 根本是累犯 我姐姐 两千里五年十月 一对爸妈急着找三岁儿子 陈姓嫌犯当时因为 骑着脚踏车作案 还被叫做单车怪客 当时又拐小孩地点 也是同一间卖场 陈姓嫌犯十几年前 因为妨害性自主和强制猥亵罪 遭到重判七年 2003年出狱 前科多达十多起 如今又拐骗男童 让当地家长人心惶惶 三小时之后 终于在新竹入网 也让其他家长 可以放下心中大石 三顺张玉杰林红与张启云 桃源 桑部导 桑部导